喘後猶豫滿嚴重的 很常哭、很常掉眼淚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受盡委屈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就是女兒啊 就是他會傳檢訊 我打電話後來跟我說 女兒啊,就是 如果你在外面受到委屈 或是他們對你不好 沒有關係 你把小孩帶回來 我來養 我來照顧你們 你不用擔心這樣子 聽到這句話真是 別哭,別哭 家裡就是最好的避風港 對,就會覺得真的 家裡就是最好的避風港 雙胞胎不是同時嫁的 不是 不是 姐姐嫁人了嗎 姐姐嫁人了 姐姐比較早嫁 我比較晚嫁 OK 那你就是要趁身追擊 在姐姐做這一道 奶奶的增肌之前 你要趕快做給爸爸吃 妳做一個奶奶的熊 好,謝謝艾寶 謝謝 謝謝 在經理下一位之前 想問一下營養師 肌肉很容易煮柴掉 對,特別是用煎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柴 因為如果你選擇優勢的 脂肪含量更低的 雞胸肉的時候 才就會讓你沒辦法 持續的 煎下去 對 所以有一個配備要教大家 就是你在煎雞胸肉之前 把雞呢 雞胸肉 百分之一的比例加鹽 就是一百克的雞肉 加上一公克的鹽 把它抹勻之後 放進冰箱冷藏至少 四個小時 再拿出來煎 這時候保水性會非常地好 但不會太鹹嗎 不會,百分之一其實不會 然後你額外也不用調味了 非常地方便 很麻煩 學姐 沒關係 會有人做給你吃的 真的很麻煩 對 好的,這個學到了 因為肌肉 但現在大家都在增肌減脂 對 那個雞胸肉真的吃到有夠膩的 因為又很柴 所以偶爾有點變化 這招要學起來 下面一位是誰呢 Sherley帶來的 恭喜你 我排個普通 你不是說恭喜誰 我 恭喜你 我排個普通 好啦 雪莉,你會認真地講一遍嗎 我其實不太會講 我剛剛講出正確的 沒有 我們香港人都即將講的 以及我 以及我 沒有一句話我聽懂了 對啊 對啊 雪莉,今天選這個港式 蓮藕排骨煲湯是因為 我爸爸的籍罐是廣東順德 然後他是香港做粵菜的廚師 好厲害 就是你們在那個食神店裡面 看到那種戴高帽子的 那種的廚師 但是很遺憾 就是我爸爸過世得早 所以我其實 完全沒有學到他的手藝 然後也 我完全不知道他口味的喜好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們吃飯他幾乎都是缺席的 因為他要在飯店 做給人家吃這樣 不過你的手藝已經很不錯了 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每逢過年過節都是 廚師最忙的時候 但是我記得他很喜歡喝湯 香港人都很喜歡喝湯 而且我是後來長大之後 去想要多了解爸爸的背景才知道 其實香港人他們有一套很特別的包湯文化 嗯嗯嗯嗯嗯 香港啊 我去過一百多次 真的 每次都到好幾家不同的餐廳去吃飯 而且啊 他們一定有湯 我有一個習慣 我吃飯之前不喝湯 吃完飯才喝湯 所以我都要吩咐他們 湯後來不要嫌 後面再上 對 可是香港人他們是非常喜歡喝湯 他們吃飯前是一定先喝湯的 香港煲湯太厲害了 而且如果你有去香港人家做客 他願意花時間煲湯給你喝 表示他非常重視你 那爸爸以前常煲湯給你喝 爸爸不常在家做飯 可是我媽媽煲湯是學爸爸教他 所以我們家是三天一到 三天一到 就是兩、三天就是一個新的湯 可是以前 你是說從小到大 你都沒有跟爸爸吃過年夜飯嗎 幾乎沒有 因為年夜飯 就是廣東人他們都會有很多雷爐 所以他就會很忙 但是就是 這道湯是我問了很多朋友 然後可能也問了一些我香港的親戚 可以拼湊出來的食譜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自己會覺得很遺憾就是 好像就缺少了一點點味道 就爸爸是缺少了爸爸的味道 但是就是 想要用一點料理去敬運他 那媽媽還在嗎 媽媽也不在 媽媽也不在 所以你也沒辦法從媽媽那邊學到 對啊 就很可惜 因為唯一像跟爸爸學到 這些廚藝的就是只有媽媽而已 就是特別在嫁人之後就會覺得 好遺憾哦 就是爸爸那麼會做菜 然後我竟然 那時候我才九歲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做菜是什麼 然後特別嫁人之後就會覺得 很想要去了解爸爸的文化 爸爸喜歡吃什麼 所以就選擇做這一道 那聽起來是爸爸在你小時候 都很忙耶 很忙 而且我對他的印象其實非常模糊的 因為爸爸講廣東話 我又聽不懂 廣東話你聽得懂 我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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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到爸爸過世之後 我媽帶我們回香港 然後我才慢慢了解 原來香港人講話是這樣 然後我記得文怡比較深刻的是 爸爸最後那幾個月都是在住院嘛 然後我們... 我媽就是每天煲湯 然後要送 送醫院給他 但是因為我們家離醫院很遠 那時候也沒有捷運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家三個人 我跟我哥、我媽 我們要輪流送湯 那時候我才國小二年級 我要從松山坐二七七 坐到龍總 是總站坐到總站 公車 對,然後那時候 因為很小我又會暈車 所以我第一次送的時候 就在車上吐了 然後我還不敢跟我媽說 所以後來好像是我爸爸跟我媽講 所以我媽後來叫我送湯的時候 她除了會備湯 還會備個袋子給我 就是怕我在車上吐 然後我送湯到了之後 我爸爸會從他病床的那個床頭 給我個十塊、二十塊這樣子 那你現在覺得最大的遺憾是什麼 如果爸爸在世你想餵他做的 就讓他喝喝我做的湯 所以你說 因為我們剛好喝了 覺得這個湯真的很好喝 覺得你爸爸一定會 依你為榮 真的會依你為榮 這湯 剛才營養師喝了還說 你有加糖嗎 我沒有加糖 我是加了一些香港 在爆湯的時候 比較常用的一些材料 像是蜜棗還有北杏杏仁片 然後藝人還有紅豆在裡面 其實香港人爆湯 真的太厲害了對不對 真的喝完這個湯 不自覺會 導播幫我分三機 爛透了你 跟我同樣感覺 真的爛透了 爛透了 我以為說我的感覺跟你一樣 你一樣覺得我爛了 營養師這道OK吧 這道非常棒啊 因為裡面添加了這麼多 天然的食材 而且完全是沒有加糖的 而且選用蓮藕 現在也是非常當季的食物 就是清新火 然後又故味 而且這個蓮藕是蓮的根 所以它有這個零根之稱 所以對身體是非常棒 但是要注意 蓮藕是澱粉類 對 對 它吃都還是會肥搭 OK 其實這個像 但有人講是說喝湯後 很容易肥 但是香港人每一個都很瘦 所以其實他們的煲湯 可能還是要學一下 有些技巧在裡面 湯就喝飽了 湯就喝飽了 是不是 謝謝你帶來的湯 很好喝 謝謝 謝謝 小飛老師 給我來一點熱情的音樂 接下來 是為了帶來的 是為了帶來的 北拉達 忙什麼 忙什麼 這個是巴西的是不是 對 巴西的黑豆鹹點飯 對 我真的第一次去巴西的時候 看到這個 我以為它是甜點 對 跟我相反 我也是在台灣認為是鹹豆 結果是甜的 真的 但在你們那邊是主食耶 都是 對 是主食 OK 那你為什麼會想做這道菜給爸爸呢 因為 雖然我爸爸已經不在了 我們巴西過節 我們是全家要一起做這個鮮點 對 那所以我很想要 送給我爸爸這一道 所以這等於是 你們巴西的傳統食物是不是 對 這個是 每一個巴西人吃都會做 是我們的主食 OK 因為我們巴西的吃飯 沒有太大的變化 是 對 我們就是 我一定把它的限制都在這一盤裡面 這個的話 是應該你們會喜歡 因為它裡面有雞肉 就是那個是鹹點 你應該要吃它這個啦 黑豆飯 對 黑豆 黑豆飯 你說爸爸已經不在了是不是 對 爸爸已經不在了 他在家裡也是會做這樣的 我們是會做鹹點 鹹點有各種鹹點 包雞肉、起司 看你裡面有包什麼 主要也是因為我爸爸吃 這些吃不飽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 配菜 蛋白質 對 再吃這個到前 建議各位 不要跳舞 對 很帥 體力太差